江仪化前往坠机现场探视受灾住户 当地村民向他递交陈情书提出了五大诉求 江仪化则表示交通部一定会要求复兴航空做好善后工作 一切损害都从优赔偿 在交通部长叶匡时 飞安会执行长汪兴忠等人陪同下 行政院长江仪化29号上午特地前往 澎湖县西西村空难现场进行勘查 聘听取飞安会简单报告 了解当时复兴航空坠机的情况 随后江仪化步行道遭飞机毁损最严重的小巷弄 有村民向江仪化哭诉 空难发生当晚家里刚好在办丧事 但是被突如其来的爆炸声吓到 房屋几乎全毁 现在晚上几乎难以入眠 而嘉仪化也表示一定会妥善处理 灾后重建及补偿事宜 提供村民最大的关怀与协助 此外村民也特别递交联合陈勤书 提出灾后补助等五大诉求 希望政府出面帮忙 而江仪化也承诺西西村后续重建等问题将责城交通部要求复兴航空负起责任 一切从优赔偿 记者赖淑明蒋龙翔 SNG小组澎湖报道